主任当头我是妍妍 最后到我是加玛 是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 东宏国家的事 我们科技的事 然后就是最近呢 其实在我们大马的这个 印马发展公司问题 然后吵得沸沸扬扬 但是最近的昨天就有一个新的 应该爆炸性的消息出来了 什么爆炸性的消息 感觉像是很突 很突然间的一个消息就出来了 而且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让部分的人还感觉到很快乐 这个消息呢 就是印马发展公司问题 他是这样子的 他是这样子的 因为这个事情呢 之前还记得吗 那个总检察署这个阿班迪 对不对 他总检察长他说 这个事情没事 已经查完了 已经close了 close case 他现在呢 这个公证委员会 就是国会的公证委员会 就就是调查已经完成了 他就公布了他的调查 那他这个调查里面呢 就释放了五个最基本的这个结论 看看这五个结论是什么 第一他说到这个 1MDB呢 应该遵守 成 遵守 不成 不成 这个 关联公司高效能委员会发布的 加强 这个效率 绿皮书 以及加强管理表现 蓝皮书的 这个管理指南 这对我们来讲 有点深奥啊 这到底是什么东东来的啊 只是说 他可能是 没有遵守这个所谓的指南啊 这是第一个结论 第二个结论呢 呃 这过度举债的问题 根本不应该出现 啊 就是说你 你过度举债了 这是你的问题啊 这两个似乎都是比较负面的啊 再再看第三个 这个1MDB的这个董事局失责啊 当1MDB管理层犯错误的时候呢 没有事实的采取必要的行动 那个来维护这个公司 以及呃 持股人的这个利益 嗯 啊 这是董 他讲的啊 是1MDB的董事局失责 呃 就是呃 比如说他的CEO 他是一个管理层 呃 他的董事是谁呢 其实我 我别的我不太知道 这有一个方面我是知道的 他的董事是财政部 嗯 董事局呢 就是 还是董事成员之一 是财政部 董事成员之一是财政部啊 啊 那么还有其他的方面 应该要不就是呃 登家楼政府啊 要不就是什么之类的啊 这个我还不太不太清楚啊 或者是大马政府 那么呃 第四他讲到就是呃 这个这个YMDB顾问局应该废除 这该公司的顾问不应该由首相担任 而应该由财政部长来担任啊 这这个这个 这个我不是十分理解啊 但是他讲到这个顾问局 他说他有一个顾问局的应该废除 第五呢 说这个YMDB子公司 比如说这个大马城啊 这个敦拉萨国际贸易中心啊 应该交由财政部长机构来管理 就是这些东西应该画出去 由由这个财政部的这个财政部长机构管理啊 这个是他得出的一个结论啊 另外呢 他就还特别点名了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说呃 国政共产委员会呢 就是关于一马公司的报告呢 终于提成了他全部就是把这些责任弊端的矛头 全部指向了前首席执行员 那都呃 Sharul Hasha 这这这这一位这个呃 这个前任的这个CEO啊 是 那么这个报告说了 这个确实存在一些弊端 但一切都是Sharul Tzu所犯的这个错误 并建议执法当局呢 对他展开一些这个调查 嗯 一切错误都是他的错误 啊 就是把 这个财政会改改革之后 还挺埋伏和心意的 嗯 就把把把这些东西就是呃 就算在了这个身上 我们来看看这个Sharul啊 Sharul Hasha 他的一些情况啊 嗯 呃 目前呢 他呃 他是这个呃 首相署表现管理和传递单位 呃 天然以能源以及这个金融服务领域国家关键经济领域的主任 他还是在首相署里面工作的啊 同时呢 他是掌握了策略改革倡议属下的政府在商业领域角色的这个工作 那么他也是大马石油资源机构的总裁呃和这个首席执行员 这负责这个石油天然气以及这个制造业的推动催化和转型工作强化壮大这个领域啊 这是他他是毕业于这个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电子工程系的是一个呃 呃这么样一个人物啊 是 大体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 但这个情况下来呢 就是国内对这个呃呃 结论哈 就是反应非常的不一样 那个来自这个呃 什么国会议长啊 班迪卡他就说呢 他说这如果他不允许这个一马发展公司的这个事情啊 拿到这个呃 国会里面来辩论 为什么呢 他说呃 这个呃 公国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的呃 所成的这个报告呢 呃 还有最重要的是这个检察署的这个报告呢 却都是属于这个呃 机密文件 这国会也不允许这个辩论总检察署的这个报告的内容啊 因为你一辩论的话就抵触了这个官方的机密法令 呃 所以呢 总检察总检察司 总检察总检察司 安平曾经告诉过他 说这个YMB的这个计察报告呢 也仍没有解密啊 所以你这个国会里面呢 还是不能够来辩论的啊 不过呢 他回应说他不能呃 这个他也没有办法 如果他允许在国会辩论的话呢 他自己本身也触犯了这个法律 嗯 是 所以我们得到的结果呢 就是这么一个报告 然后反正他他是不能够辩论的 不能够辩论呢 那我我们是选择也许也选择相信啊 也许选择不相信 然后是人者见人知者见智的事 然后但是这个报告出来之后 也会让人恍然大悟 原来所有的YMB的公司的这些事 跟大吉一点关系都没有 嗯 这个这个报告本身呢 有很多不同的这个见解啊 一个方面呢 是我们看到这个 在 在这个什么 在这个 同样是在这个 国会公账委员会的这个 来自行动党的两位成员啊 一位是这个 潘兼伟 是这个 八大林北区的国会议员 另外一位是这个 陈胜尧 是来自甲洞区的这个国会议员 啊 他们两位呢 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呢 也有一些出入啊 这个呃 潘兼伟呢 就认为就是呃 一马公司的前身呢 是这个登州的投资机构啊 那么大吉呢 完全知道一马公司 而且呢 因为他签署了全部的 这个呃 一马公司的交易 呃 117条文件是关键词 这是说首相呢 就是必须就负起责任来 啊 那么这是这个 潘兼伟的这个说法啊 不过另外呢 这个陈胜尧呢 他的说法呢 就是首相呢 是没有涉及 这一切的日常操作的 他是顾问团的这个主席 啊 他说一马公司的业务呢 是由这个董事局和管理层来处理的 呃 这些人 也就是说董事局和管理层啊 是负责日常操作的 所以我们需要先调查这些人 才是正确的事 他说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呢 你如何来对付没有涉及的人士呢 所以呢 就是你要追问 有记者就追问他啊 就说 纳吉身为这个顾问团的主席 难道真的没有涉及一马公司的整体方向吗 呃 这个人呢 这个人呢就是无辜的 这是我们从这个 呃 这个纳吉所创办的啊 他说纳吉是顾问 任何发生在这个 1MDB身上的事情呢 他都知道 这实际上呢 没有获得他的 就是纳吉的同意呢 是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做得成的 所以为何你要惩罚这个杀鲁呢 这而不是惩罚这个 呃 纳吉呢 呃 这个就是 呃 马哈迪的另外的 呃 一个一个看法 嗯 是 然后 这件事情之后呢 然后就是我看到最近 呃 纳吉还有一个出来说法 出来之后的一个说法 他也 也是针对马哈迪 他说 你看马哈迪说这些事都怪我吧 呃 然后呢 但是这些事呢 其实 现在公共账目委员会已经做出结论了 呃 这些事呢 是有他的过失 我会逐渐的依掉 依照每个条款进行改善 嗯 于改变 然后应该承担责任的呢 就应该承担 他没说应该承担责任的人 就应该承担责任了 然后大致的意思呢 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意思 他也夸奖了公共账目委员会所做的这些事情 呃 是很优秀的 然后成绩也是很显著的 呃 这是纳吉的一个说法 嗯 我们看到这是在这个一马公司的这个问题上呢 明显的存在着这个两个阵营啊 一个阵营是以纳吉自己为首的这个阵营 另外一个阵营呢 是这个马哈迪加上反对党 这是林吉祥啊 或者是西方联盟啊 为首的另外一个阵营 对 要在这个1MDB的这件事情上呢 把纳吉给扳倒啊 把纳吉给扳倒 我们不是说就是执政党我们也不知道他们说的正确还是与否 反对党我们也不知道他说的正确与否 因为彼此之间都有各自的政治立场 但是我们需要知道这个事件的一个真实 对 真相是什么 所以说我们就要透过这个公众委员会来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 要通过这个反单局来知道这个事件的真相 要通过这个总检察署来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 那么呃就总之不能通过我加码的嘴来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 但但也不会通过潘检伟的嘴也不会通过黎吉祥和马哈迪的嘴能够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 当然也不太可能通过这个纳吉自己的那张嘴来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 但是我也不太有可能通过这个公众账目委员会知道世界的真相 也不可能也不太有可能通过一马就是反弹委员会的这个报告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 也不太有可能通过国家银行的这个报告知道世界的真相 照你这么一个说法 就是说你也是永远知道不了这个真相 那我也永远知道不了这个真相 大家也都永远知道不了这个真相 那就不用知道这个真相就好了吧 但问题我是这么看啊 我的看法就是说 刚才我讲了就是这还是两一个 两个这个阵营的一个一个角力 一个搏斗对吧 如果在这个这场角力中 纳吉倒台了 那这个原罪这整个的罪就是他的 如果这个事情纳吉没有倒台 可能这个罪呢就变得在马哈迪身上 或者在林吉祥身上 哎哎对呀 因为你如果如果他没有倒台的话 他可以说你是诬告的 对吧 如果他倒台的话呢 他你就可以说他是贪污的 所以呢 因为咱们都不知道事情的真相 对吧 事情的真相既不是不可不一定是像 马哈迪所说的那样 也不一定像纳吉所说的那样 或者他是在中间的那个位置上 或者真是像陈胜瑶所说的那样 跟纳吉没有关系 或者就像潘建伟所说的那样 这些事情都是纳吉所干的 对吧 所以这个东西呢 我们我们就现在就是看 接下来的发展怎么样 那目前这一届的 这个YMDB的这个董事局 已经就集体辞职了 就昨天就直接辞职了 他这里就告一个段落了 那辞职的用意是什么呢 那可能又外界又有很多的这个揣测 为什么会有很多揣测呢 就是说 为什么这个时候你就突然就又辞职了 辞职了以后 会不会对未来的调查 产生更不利的这个影响 这个可能性都存在的 但虽然这个首席执行员 这个阿鲁干 他就说 没关系 我们辞职了 如果要要调查的时候 谁叫谁到 我什么时候还是可以来接受 这个调查的 这话是怎么说 但事实上呢 接下来的情况是怎么演变 那还不知道 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